韩国第十九届总统大选投票 北京时间晚间七点结束 周三上午就将揭晓最后结果 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 共同民主党文在寅的支持率为41.4% 仍然领先 而根据韩联社的最新消息 自由韩国党候选人洪准标 以及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秀 都已承认败选 韩联社称文在寅当选已成定局 让外界备受关注的是 未来五年的韩国新领导人 将面临怎样的内政外交的严峻考验 由于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罢免 这是韩国首次在总统缺位下举行的大选 也是首次提前在春季举行的总统选举 经过4月17日至5月8日 短短22天的拉票大战 包括共同民主党文在寅 国民主党安哲秀 自由韩国党红准标 政党刘承明 以及正义党沈向丁的五位候选人 成为主要候选人 由于候选人众多 这次选票长度也创下新纪录 从上级的15.6厘米 加长到28.5厘米 被称为韩国史上最长选票 这无疑将放慢计票速度 加上投票率增加等因素 都会延长开票时间 选举管理委员会计划 周三上午8点至10点 召开全体会议 宣布新当选总统 实际上 经历了亲信干政风波的韩国选民 对这场选举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 在此前 为提高选民投票积极性 而进行的提前投票中 26.1%投票率 创下自2013年 引入这一制度以来的最高记录 而22.2万的海外投票 也创下海外投票人数最高记录 因此不少意见称 本次大选最终投票率 或许时隔10年 再次突破80% 不许时隔1.2万的海外投票 他与选民一一握手 还试图抱起一个小孩 但被拒绝 文在寅在结束投票之后 再提票警会弹劾世界 强调这次选举是民众通过斗争 争取来的机会 虽然文在寅当选总统的可能性 大于其他候选人 但还没分析 此次大选 韩国保守政党支离破碎 不少保守民意转为摇摆层 因此保守层的选票 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重要变数 不过 今天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孙星杰 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就表示 选情基本上是明朗的 此次韩国大选 不会出现黑天鹅事件 实际上多数选民都会选择 这个进步的党派 那么因为过去十年里面 保守派干的太差了 所以说 无论是谁做这个进步党派的 这个代表人 我都有可能获得胜利 由于此次提前进行大选 候选人在当选后直接履新 观察是 从去年国会通过 朴槿惠总统弹劾案开始 新华泰长期处于权力真空状态 本次选出的韩国新总统 跳过过渡去火速上岗 也是形势所迫 中国社科院亚太院副研究员 王晓菱对深圳卫视表示 韩国当前内政外交的极箭 也需要新总统马上处理 内政方面有很多事情 需要指出一个前进的方向 那么在外交上更是 极箭更多了 朝核 怎么处理下一步的南北关系 怎么处理萨德 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怎么处理跟中国的这个 怎么缓和 跟中国的关系 有分析认为 不论是谁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 都无法避免 要面临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 因多党林立 无论谁当选 执政党一席都难过半 韩国科学技术院教授 金高原则的深圳卫视表示 如果文在云当选 能否跳脱其固有意识形态 也是一大挑战 如果文文化成了 特首斯韦特首克 他说到他偷辑 他让自己重新的 自和ified的 各众的 区別不必要唯独 变成了 这些经典的 专业人员 我建议他会更加 比较会更加 话 所有人工人 as a whole